前職棒投手張志佳 曾因變速球與紙插球投得出神入化 更在2001年的世界盃 晚風日本爆紅 不過元旦晚上驚傳他促世消息 被發現他倒臥在中國深圳的宿舍中 噩耗傳回臺中老家 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令人比酸 我沒有台風不可以過去 我說你要讓我過去看孩子最後一面 因為這畢竟 張志佳享年四十三歲 張媽媽說跨年當天 兒子還與太太跨海視訊通話 當時也沒發現異狀 隔天突然聯繫不上 透過朋友到宿舍查看 疑似因為心肌梗塞突然過世 2009年時曾因捲入假球案爭議 離開棒球界 他後來打過累球賽 也轉職到鐵板燒敗事學藝 也做過工地出工 直到近年將重心轉往中國 到深圳發展 人離不開球類 不只轉戰禮球賽 張志佳的親友也透露 他近年在中國擔任小白球的教練 不時會回台與朋友相聚 傳出二號前一星期才與他碰面 沒想到元旦突然奏事 不僅錯愕 更多的是痛心 而現在張志佳的家人 也將排除萬難 飛往中國接受處理後事 張志佳當年被外界 譽為天才型投手 職棒生也來屢次創下佳績 在2001年世界盃玩瘋日本隊爆紅 不久後張志佳就接下 剝蜜果菜之廣告 這廣告台詞相信不少人都有印象 張志佳憑著當年魅力 還因此讓產品銷量暴漲三成 2002年被日本職棒向眾 加盟西武師隊繼續發光發熱 爬上人生巔峰 成為職棒界新秀 但到了2009年 張志佳捲入職棒遷堵案 不僅欠下龐大債務 還從此被驅逐出職棒界 人生完全變了樣 張志佳換了一身廚師服 為了還清賭債 不只到鐵板燒店當學徒 搬水泥 修冷氣 他通通都做過 還試著重返大螢幕和藝人唱歌 也嘗試轉戰直播排賣 張志佳學長來了 會不會緊張 哇 三百一十幾人 努力嘗試 但都沒有太大起色 張志佳慢慢轉往中國發展 一度在臺灣銷聲匿跡 沒想到再次聽到 他卻是促世的不幸消息 張志佳一生大起大落 就此停在四十三歲 下次喜歡學校文教育台報